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妃到底有没有爱过李亚鹏 还是说她一直爱的都是谢霆锋 若两人真心相爱 却又为何谢霆锋接受媒体采访时 坚称根本不会结婚 相比较世界上的风光无限 王妃的情史一直都是众人津津乐道的饭后谈资 自从出道以来 她身上的争议就只多不少 在遇到谢霆锋之前 王妃经历了一恋一婚 从细节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感性的她逐渐地变得理性起来 当年 王妃以蓝树女朋友的身份 认识了黑豹乐队的所有成员 作为主唱的窦维 身上自带光芒 就连王妃也身陷其中 毫不犹豫地就将自己送给了窦维 而蓝树这个冤大头 在这段感情中的作用 就是成为王妃和窦维之间的桥梁 1992年 窦维和蓝树反目成仇 终于还是离开了这个传奇乐队 彼时窦维还有个女朋友 叫做江星 即便知道王妃惦记着窦维 她也没打算和窦维分手 毕竟好男人谁不想拥有 只是她低估了王妃的耐心 在窦维演出的那段时间 王妃都在陪着她 专门坐飞机到北京看她的演唱会 以至于江星总是找不到她 后来窦维直接坦白 称自己爱上了两个女人 为此三人还专门在窦维的四合院进行了谈话 再后来王妃回酒店 窦维相送一夜未归 第二天的一通电话 直接把江星踢出局外 对不起 我更爱王妃 最终这三人的拉锯战 以王妃的胜利而结束 但是靠挖墙角得到的感情真的会长久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当时的王妃也想不到 哪怕是把自己滴入尘埃 为窦维生儿育女 也留不住窦维的心 1996年 王妃怀孕了 孕妻直接抓抱了窦维出轨 她不在乎的抱着孩子潇洒离去 嘴里没有任何的怨言 几乎整个娱乐圈都在嘲讽 王妃这是自作自受 所以遭到了反噬 之后的王妃 邂逅了比自己小11岁的谢霆锋 当时舆论直接炸开了锅 很多人无法理解 这位天后为什么会爱上一个小鲜肉 要知道她刚刚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 重处于感情脆弱的阶段 在谢霆锋心中 王妃一直都是女神级别的人物 从进入演艺圈开始 就一直默默地关注着对方的状态 那么对一个人最好的报复 就是让对方后悔失去自己 王妃也确实做到了 带着比自己小11岁的谢霆锋亮相 不仅张醒了自己的魅力 还给了斗维沉重的一击 自己的现任不仅比你帅 而且还有才华 丝毫不介意带着孩子 而王妃凭借这段姐弟恋 知名度瞬间提升 一时间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当谢霆锋还在外留学时 就已经对王妃有所关注 她喜欢听王妃的歌 更被她的个性吸引 回国后 她便仔细留意王妃的动态 祈求能见上偶像一面 后来通过梅艳芳 他们两个人终于见上了面 一见如故 和王妃一样 谢霆锋的性格也是 比较五行五素 不拘束 两个相似的灵魂 很快就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 小男孩的心思 就是浪漫又激情 相传 王妃生日时 谢霆锋狠砸八十万 竟拍了一个 含有FEI字母的车牌 作为礼物 她对外直言 25岁就要娶王妃为妻 王妃投桃报李 知道谢霆锋喜欢赛车 直接把八十万港币的跑车开回家 情到农时 两人双双在同一位置 闻了爱的纹身 穿同款衣服 里同款发型 一向高冷的王妃 化身为小女人 脸上的笑容 藏都藏不住 张国荣都忍不住调侃王妃 你的笑容都给了那个信谢的 只是年少的爱情来得快 去得也快 没等到25岁 他们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张博之 虽然谢霆锋一再解释 和张博之只是朋友兄妹之情 并无借阅 可不久后 和张博之同游泰国的新闻 又被报道出来 谢霆锋也没了解释 而后在每次出席活动的照片里 无论是谢霆锋还是王妃 都不知从何时起 摘掉了身上的情侣配饰 后来因为鼎包案 谢霆锋被拘留 可笑的是 被带走时 他正在张博之的家中 一时间王妃成为了全香港的笑柄 这位歌坛天后的感情之路 真是太曲折坎坷 前后两次的恋情都已遭受伤害收场 他渴望一份长久且安逸的婚姻生活 一切都是那么巧 好男人李亚鹏就在这个时候 闯入了王妃的生活中 李亚鹏为了追王妃 在她的演唱会上 花费百万送门票 王妃喜欢听笑话 李亚鹏搜集了上百条发给王妃 逛街时 王妃多看一眼的东西 她偷偷买下 改天再送给王妃 王妃是当天 在上海浦东的七星级酒店办宴席 李亚鹏得之后 就屁颠屁颠跑去送祝福结账 除此之外 李亚鹏爱屋及屋 为了给王妃的女儿窦镜桐转学 她站在校长办公室等了几个小时 另一边 谢霖峰与张伯芝因为拍摄陈凯歌的舞集再度复合 从那以后 王妃默默接受了李亚鹏 哪怕一个世俗 一个脱俗 无论怎么看都格格不入的两人 还是成为了夫妻 但是她对李亚鹏是爱吗 这么多年来 有人觉得是 也有人觉得不是 虽说两个人生下了女儿李嫣 却一直是矛盾不断 外界一直说李亚鹏是软饭男 为了摆脱这个称号 她不停地投资做生意 试图把自己转型成一名成功的商人 李亚鹏似乎是利用丈夫的身份 来消耗王妃的人气 她带着王妃谈生意 酒吧开业 慈善晚会 走哪带哪 看似恩爱 实则像极了一桩桩生意 但她做生意的手段 与追女孩子比起来差得太远 生意场上她几乎是屡战屡败 曾经自曝 她的公司六年没有收入 王妃不得不一次次出来 给她收拾烂摊子 还要放下天后的架子 给她到处拉赞助 有传言说 王妃几乎被李亚鹏败光一半身家 2013年 王妃和李亚鹏官宣离婚 就这样悄然离场 从前的她还会争夺窦镜童的抚养权 这一次出乎意料的是 李嫣留在了李亚鹏的身边 经历过一段失败婚姻的人 爱情和物质总要图一样 这是多年来诸多女人遵守的法则 在和窦维进入到婚姻的时候 对方一无所有 王妃想要的是爱情 到头来却被无情的背叛 在和李亚鹏进入婚姻后 她图的是安全感 虽说有爱情的呵护 架不住柴米油盐的侵蚀 物质是婚姻的基础 如果长期消耗下去 王妃还能剩下什么 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还是生活的一地鸡毛 她不再是从前那个 感性求爱的女生 在生活的打磨下 早已成为了理性主义 经过这两段失败的婚姻 她清楚地知道 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于是当有媒体问她 你打算为女儿找一个 怎样的父亲 她回答 女儿有父亲 我想要一个情人 很有趣很自我 正巧谢霆锋也不想结婚 之后两人来了一场 跨世纪复合 12年之后 谢霆锋不再叛逆 近几年来又开始转型当厨师 参加综艺 她打造的12风味 开创了综艺新方式 她创建的风制味品牌 小有名气 此外 谢霆锋还热衷于投资事业 涉及的企业不下十个 对于他们来说 事业才是最重要的 爱情只是调味品 到了他们这个境界 结婚并不是爱情的唯一形式 只要彼此心在一起 彼此爱着对方足够了 反而结婚后 彼此给对方一种束缚 谢霆锋所谓的不会结婚 不过是掩然耳目罢了 其实两个人进入婚姻后 会有诸多的问题 大家要明白一点 谢霆锋是两个孩子的爹 当然张伯芝有三个孩子 离婚后又生了一个 王妃是两个孩子的妈 两个人的生后 有太多的牵连 如果算在一起 两人有五个孩子 谢贤只认张伯芝一个儿媳 根本不鸟王妃 而且在一起后 会存在婚后财产 面对诸多的子女 势必会让整个家乌烟瘴气 所以说观众的眼睛是学亮的 毋庸置疑 两个人爱得轰轰烈烈 但是无论走在哪里 不过是恋人的关系罢了 根本用不着 为对方的家庭琐事负责 在一起待得久了 感觉谢霆锋越来越王妃了 开始变得很健谈 很活泼开朗 几乎也是无所不答 当被问及打算 什么时候结婚的时候 谢霆锋也是 腼腆一笑回应 我不会结婚 并且解释到 现在的世界 很多事情预料不到 言辞坚决 若是之前被问及这些原因 谢霆锋一定会笑而不达的 甚至可能会抬腿走人 所以说 现在的谢霆锋 真的是变化很大 这应该是王妃的功劳 重逢后 两人一直很低调 但每次被拍到一起 总有一种在看偶像剧的感觉 两人常常手牵手 穿得很随便 在太阳下散步 两个人在一起保持着情人关系 开心就在一起 不开心就分开 还不为对方负责 这样的生活 谁又愿意被一张结婚证所束缚 话又说回来 说到底 两人的快乐 也不过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两人只顾自己快乐 谢霆锋的儿子 全权由张伯芝在带 他自己不闻不问 而王妃的两个女儿 现状大家也都清楚 因为没教养 屡屡被骂上热搜 王妃只顾自己欢乐 当甩手掌柜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